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牧羊人急忙来到伯利恒 果然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 以及那躺在马草里的婴儿 他们看见了他以后 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说的 有关这婴儿的事传开了 听见的人都十分惊讶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牢记在心中 反复思想 牧羊人发觉他们所听见看见的一切 跟天使所报告的完全相符 就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 满了八天 孩子接受了歌礼 并且起名叫耶稣 这是他没有成胎以前 由天使所起的名字 上主的神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昨天我们在团体用早餐的时候 早上我们团体弥撒了 弟兄们就会一起用早餐 就跟我的弟兄聊起 明天一月一日 天主之母也是新年了 所以问到天主之母 每年都有天主之母 每年的一月一号天主之母的庆日 我们该怎么样子传递这个消息 这个道理要怎么讲 很不容易讲 对吧 道理不容易讲 不要以为神父很厉害 每天都想道理要 道理要怎么讲 让你们听得懂 对吧 不容易 特别是对这个教会 对圣母的敬礼 今天是很重要的 元旦的第一天 我们敬礼圣母 并且是天主之母 不容易说 所以我们这个天主之母节 是在公元前 公元后431年 我们所谓有个二佛所 大公会议 宣布了这个信礼 我们要相信圣母 是天主之母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 天上的母亲 所以我就问弟兄 该怎么说好呢 我不知道 没有任何的灵感 圣神没有充满我 然后弟兄就回应了一个 那就唱一首歌啊 你看神父唱歌的时候 大概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讲 所以用唱歌来唐塞一下你们 对吧 所以他说唱歌啊 那种子唱什么歌 那就开始唱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熟不熟 熟不熟悉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离开妈妈的怀疤 头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美妈的孩子想更吵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吵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不知道 要是她知道 梦里也会笑 你看我唱这首歌 小朋友脸上会有笑容的 是否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一首歌 这是一首非常动情的歌曲 我们知道这一首歌的来源 讲述的是一个流浪儿 对母亲的一个思念 唱出了失去了母亲的那种心情 但这一首歌也倒出了母亲这个角色 跟我们的生命是无法分割的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母亲分割这个生命 我们的生命都是从母胎孕育而来的 我们的肉身的平安来自哪里 一个人长大后 他容易感受到平安 很多时候是因为来自小时候 常常受到母亲的拥抱 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子越小越少被拥抱的感觉 他是越缺乏那种平安的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很需要大人的拥抱 这个拥抱的渴望来自哪里 因为小孩子在母胎当中 他在母胎当中就在母胎孕育的时候 是被母亲怀胎所拥抱的 那个拥抱是存在平安的亲密关系 所以小朋友很需要这个 儿时在母胎的那种经验 被拥抱就好像在母胎中 那种安全的那种感觉 母亲绝对不要吝啬拥抱自己的孩子 而我们的平安也来自母亲 那爱中的跳跃的心 我们的心每天就跳 每天都跳 为什么小朋友会那么样亲近母亲 而不那么亲近父亲 因为小朋友从小就听到母亲的心跳声 这是一个生命的心跳 这是一个爱的心跳 这个心跳就已经潜藏在小朋友自身的灵魂内 所以小朋友很容易靠在母亲的心脏那刻的时候 很容易安静下来 因为那是他熟悉的 那是安全的 那是他爱的感觉 而这个部分是属灵性的部分 小朋友从小就有这个灵性 那个知道 看不到母亲长得怎么样 看不到这个世界 但是他听到了那一个心跳 感觉到那一个温暖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是凭他的感觉 而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属灵的部分 属灵的部分 所以天上的母亲 他曾经是人间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 他是如何在人世间 在这个圣家里面孕育出了一个人间 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们 我的母亲离开了人间 我相信每个人 如果母亲离开的人 都会无法放下对母亲的思念 即使到今天 我还是依然对他思念 所以也使我的心灵 永远觉得有了一个缺口 我记得我有一年 我的外婆去世的时候 我母亲哭得不得了 但是哭当中 他说出了一句话 他说孩子 他教我孩子 我的妈妈过世了 就是我母亲的妈妈过世了 他说我的妈妈过世了 我的家没有了 我的家没有了 就正如我 当我在面对我母亲过世的时候 心情一样的 当我母亲过世的时候 心情跟我妈妈 当时面对她的母亲过世一样 母亲走了 这个家也就散了 母亲走了 这个家也没有了 永远在你的伤口 你的心中留下一个缺口 当然我并没有说 爸爸不好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爸爸 总是距离我们很遥远 就好像我们看耶稣基督一样 距离我们很遥远 所以你就了解 为什么我们信仰里 圣母的角色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人还是人 我们还是需要母亲的关怀 当我们觉得父亲太遥远的时候 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太遥远的时候 唯有母亲的角色 可以平复我们 把我们那个缺口给补上去 除非这个父亲 他非常有母性的那一份爱 所以有了信仰以后 天主教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爱 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 在基督内也让我的心中 我本性对母亲的思念 借着圣母 当我母亲不在的时候 那个思念被打开了 我那个思念的缺口 母亲离开所留下的 最后被这一位母亲 天上的母亲给填补了 这是一个灵魂的渴望 我刚刚说了 对母亲那个心跳 那个拥抱 这绝对是灵魂的事情 这是灵魂的渴望 属灵的爱 所以我追求信仰 我是后来成为教友的 所以我开始我的信仰 从来没有想到圣母玛利亚 因为我知道我的信仰 是唯一基督 只有基督 就像一般上的基督教一样 不要谈圣母 你只要有基督就可以了 所以我开始的信仰也是如此 但是没有想到我临洗之后 圣母玛利亚作为主耶稣基督的母亲 却成为了我最初信仰的陪伴者 圣母确实让我对母亲的思念 填补了我的思念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是经由玛利亚的肉身降生成人 圣母因耶稣基督领受她死后升天的恩宠 所以她在天国与基督同享天主的荣光 所以教会给了圣母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耀的称呼 天主之母 其实天主之母是天主给了圣母一个重要的使命 什么使命 你虽然已经离开了人间 你还要继续在人间陪伴我们的孩子们 所以记得圣母在人间的使命就是陪伴我们 陪伴我们 她不是像耶稣基督给我们奇迹 给我们恩宠 她自己本身也是恩宠领受者 所以她是来这边陪伴我们 这就是人间的母亲 为什么我们需要母亲天天的陪伴 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人间的母亲是我们亲临的肉身的陪伴 但是我们需要灵魂的母亲的陪伴 就是圣母玛利亚天主之母 我就是在这样的信仰当中 一路一路一步一步的 在灵性生命的圣母当中 一步一步的走向基督 我并没有因为认识圣母 靠近圣母而让我远离基督 反而更亲近耶稣基督 这就是圣母的陪伴 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我就看到很多圣人们 他们跟圣母的经验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圣人叫大德兰 大德兰年纪小的时候 母亲就离开了 失去了母亲 小时候你就知道一定非常痛苦的 但是他却在圣母的身上 找回了自己的母亲 你可以看到圣母陪伴多么重要 对有信仰的人 小德兰也在他生病的时候 非常严重的病的时候 躺在床上 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 他的床边放着一个圣母的圣像 他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微笑 这一个微笑让他获得了治愈 这两个圣人都失去了母亲 母亲离开了人世间 但天主给了他圣母妈妈 陪伴在他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填补了这一个空缺 填补了失去母爱的空缺 或许弟兄姐妹们 你们会说 难道我们有耶稣基督不够吗 确实有耶稣基督就满足了 但是我们人生命的旅途当中 我们不可能一步一步的 我们不可能一下把母亲父亲的角色 给丢掉 不可能 你即使神父要 我要当神父 你知道当神父 我们必须要放弃一切的东西 也要包括把父母亲也要放弃 不单只是实际上要离开家里 我连头脑想都不要想太多父母亲 我主要想的是耶稣基督 但是这个是一个灵犯的灵犯 当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我还是需要母亲的那份爱 母亲的陪伴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圣母玛利亚 对天主教育来说的重要性 因为没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到达成圣的阶段 当你达到了成圣的阶段 你可以把家人都放下 但是我们还在修道的旅途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一份爱 我们需要母爱 我们需要圣母玛利亚 在人世间继续地陪伴着我们 一直到我们可以在灵性上面独立 天主之母是属灵的母亲 弟兄姐妹们 她的灵在是属灵的陪伴 所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我们不只要肉体的母亲 我们更需要属灵的母亲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一月一日 新的一年开始 刚刚神父说了 我们并不是放烟火 全世界各地都放烟火 庆祝新的一年 但是我们教会庆祝的是天主之母节庆 对我们来说意义深长 我们作为基督徒新年不是单纯为活着而庆祝 我们今天很感谢 很感恩 我相信大家都做这个感谢 感恩天主 感谢你孩子再赐给我生命 2024年我还活着 我感恩你还赐给我生命 但是我们并不是为单纯活着而庆祝 而是要问问我们自己 今天天主继续给我活着 我要怎么样子活着 我们要想想2024年我们要怎么活着 我们是否要学习圣母玛利亚一样 努力地让自己成为天主的子女 最后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孩子 2024年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 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也祈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恩宠 面对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挑战 我们心中有主的人 真的不用怕挑战 我们有圣母陪伴 我们有基督的恩宠 足够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 新的一年 让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力量跟勇气 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愿天上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继续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阿们